各位好,我是冰冠,很久没玩皮卡了,那今天一次玩个够,我们带上12个皮卡,随便搭配一些法术,然后直接去打一场部落战 进入游戏,我们先观察一下这张图,切换一下滚木车,准备好皮卡,看一下怎么布置 先两边点两个皮卡,断一下边,中间再点两个皮卡,然后英雄全部扔下去,后面滚木车跟上 然后这边有个缺口,有几个皮卡跟蛮王全部从缺口里面进去了,没关系啊 天鹰火炮,砸了一下蛮王,但是没有完全砸到,后面再跟上几个皮卡,全部扔下去 狂暴给上,皮卡在狂暴状态下,应该没有哪个建筑能扛得住三刀,应该是这样子的 援军是冰狗组合,给上伤害法术,但是并没有完全的给到,所以我带了两个伤害法术 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啊 然后这边,女王马上把狗打爆之后,给上第二发伤害法术,把小狗全部处理掉 勇王赶紧开一下精神,保护一下剩余的部队 这个润土看一下他的走位,润土很关键啊,爆本全靠他了 中间再给上狂暴法术 好,大本营,并一下,润土应该要去锁大本营了 但是又回来了,又回去了 开发技能,穿一下,一个建筑都没穿掉 狂暴,直接给润土,直接锁大本营,再给上冰冻 这个爆本很关键啊,爆不了本就肯定三不了 然后最后一下攻击,把勇王石像给打掉了 勇王石像在残局阶段是非常给力的 打这种女王什么皮卡什么的,几下就没了 非常恶心 然后看一下中间还有个单头塔,锁了上面的皮卡 这边有一发冰冻,有一发狂暴 女王碰到了蛮王,直接交技能感觉比较划算 狂暴就留着等一下用 这边要盖狂暴法术了 狂暴法术下独角也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增益效果的 我们看一下回复速度,非常的快 上面那个皮卡冰冻一下,再砍一刀 感觉这个冰冻有些浪费,不过没关系 把剑塔处理掉了 飓风陷阱是硬生生的把独角给从狂暴里面拖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独角的生命值其实有点危险 这边还被法师塔建设到了 还剩下一点点生命值了 千万不要吃到巨型炸 但我没说啊 这边还剩两个防御建筑 看一下女王能不能扛住 感觉不要吃到陷阱 好,没有吃到 那感觉应该是能散了 如果刚才独角提前死掉的话 女王还真不一定打得过这个加农炮跟箭塔 那最后还剩三个建筑没问题 还剩20秒 好,小伙伴还想看什么纯冰种的 赶紧把弹幕敲出来 那我们下期见